大家好,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 小龙虾虾头部分的黄是虾子还是虾屎呢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夏天是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 味道鲜美,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同时小龙虾也是有非常大的争议 就是虾头的黄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的虾头大部分的黄不是虾子 更不是虾屎 而是虾的呼吸系统和肝脏 当然小龙虾的虾子也存在头部中很小一个部分 颜色和呼吸系统肝脏一致 掰开后难以分辨 那虾黄到底能不能吃呢 其实是可以吃的 但是不建议吃 虾的肝脏和肖化系统是重金属的集中部位 虽然小龙虾经过高温烹饪 高温可以消灭续菌 但是不能消灭重金属 所以不建议吃虾头 那虾屎在哪里呢 虾屎也就是虾线 一般烹饪前都要把虾线取出来 吃起来更加的健康卫生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长知识呢 快转发分享给更多不知道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